保姆虐杀一岁多的凯凯 检察官经过仔细的调查之后 上午真结起诉 刘姓保姆姐妹 两人设犯刑法 领虐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罪 成年人故意示意领虐致死罪 还有儿少法的成年人 故意伤害儿童致死罪嫌 依法提起公诉 罪重将面临无奇徒刑 而警方调查发现 凯凯从脱育开始 几乎每天都被残忍虐待 甚至重复使用 蟑螂爬过的容器 装搜水位时 行为令人发指 穿灰色外套 刘姓保姆姐妹两人 借题多次都一样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但检察官调查发现 两个人犯下的恶行 天理难容 绳索布条 捆绑被害人的四肢头部 将被害人身体部位对着捆绑 甚至将遭捆绑的被害人 塞入水头 不让一岁十个月大的凯凯 好好站着 不给她穿衣服 甚至不让她好好吃饭 一天只有一餐 吃的东西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冰箱厨余等不尽鲜的食物 打成泥妆之后 为死被害人 保姆姐妹不但有合格症状 而且被儿福联盟另外审核 委托照顾婴幼儿 112年9月到凯凯 12月23号死亡为止 一天1000元的全日托照顾 拿了钱不但不照顾 还虐待凯凯 造成她多处重大伤害 营养不良 连四肢都因为捆绑而不对称 检察官依照刑法 凌虐儿童妨害身心发展致死 最重无期徒刑 而少法跟刑法 成年人故意对儿童凌虐致死 最重无期徒刑 还有成年人故意伤害 儿童致死等法条提起公诉 属于殷刑 国民参与审判的案件 到底是不是造假啊 保姆虐死凯开 诚信社工三次访试 却没有反应 过失致死 还有未造文书 另案侦办 流行保姆虽然提起公诉 但试用法条最高行度没有死刑 社会安全网的螺丝眉拴紧 不止害人命 就算把范贤关一辈子 也是全民买单 记得刘思胡伟伦台北报道